观众朋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密度正线 给大家说三件事 第一个 中国海军前出日本 延美海峡 那么进入到西太平洋地区活动 贴在日本 那么中国海警 到这个我国钓鱼岛附近去吃饭 第三中国不撤销对任何澳大利亚的制裁 而且加码比之前对莫里森政府 对这个阿尔巴尼斯政府还要狠 也就是我们全面采取跟他的敌对政策 那么大家要知道 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家很牛逼 我觉得我们这个状态非常好 你像加拿大 刚刚给大家通报 加拿大 对吧 他这个侦察机在这里飞来飞去 他们西方炸毛了 我们飞机高速冲向他 给他颜色看 是吧 叫他改变方向 你小时候想往北走 给我滚带往东走 飞机紧贴着你 给你述中指 大家都能眼对眼 都能看到表情 就这么近 对吧 咱们要来玩点狠的吗 所以对待他们这些废舍 和这个建民都要有相应的打法 那对付日本呢 就是中俄 大家一起在这里使劲地去搞你 给你不安全感 对吧 你要搞 可以 没关系 战场就在你日本 可以吗 如果中美之间干起来 那大家就战场就是在日本 很简单的 对吧 我们来看 共军事件 通过延美大岛海域 日派机舰 警监 日本海上自卫队 昨天发现 四处中国海军舰艇 穿越日本延美大岛海域 前往太平洋 日本防卫省派出舰机 进行必要 请警与警监 日本防卫省 综合幕僚监部 其实就是 它的这个 参谋本部 总参谋部 公布 海上自卫队 6月1日 上午90左右 在日本 路尔岛县 延美大岛西北方向 120公里海域 发现通过海域 正朝东南方向 行驶的 四艘中国海军舰艇 这四艘中国舰艇 分别是 052D型导弹驱逐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 071型综合登陆舰 及903型综合补给舰 四艘舰艇之后 穿越延美大岛 与横当岛兼海域 朝东往太平洋方向航行 防卫省派出海上自卫队 第一海上补给队的 摩州号补给舰 即隶属第一航空群的 P-1反潜巡逻机 进行必要跟监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个组合什么意思 这个组合 我们往贴近日本 洛尔岛这个方向 怎么说 在这个四国岛那边 九州四国那边 我们直接就这样 就出去了 出去有可能往 夏威夷那个方向去 有可能就往 南太平洋地区去了 因为之前在 澳大利亚北部 托里斯海峡附近 阿富阿拉海那个地方 我们也是这样的组合 052D 054A 护卫舰 导弹驱逐舰 这个登陆舰 和这个补给舰 那么澳大利亚 派P-1A飞机过来 我们直接激光照他 那么这个时候 我个人感觉也是 因为我说过 我们将对整个这个区域 更加广泛地进行一个巡逻 就是中国海军 目前频繁出入的区域 不只是红海 亚丁湾 北阿拉伯海这个地方 北印度洋 阿拉伯海 蒙加拉湾这一线 这个一带 波斯湾这一线 我们在这里出现 我们海军 投射范围是很猛的 在这里 有我们的海军出现 在南海 到马六甲海峡这一带 也有我们很多的海军 在这里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海军 我说过 绕印度尼西亚 到澳大利亚北部 珊瑚海 包括这次去访问的 南太平洋岛国 所以我昨天分析的没错 你中国没有跟南太平洋岛国 签完完全全的一个框架的协议 有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我说了 这里面有美国的很多小弟 就是美国的傀儡 那么他会阻碍 你跟他签署这份协议 还有一个 就是你的军力 你没投入过来 你的军力不往这里跑一下 不往这里转一下 你怎么给这些小伙伴安全感 对吧 所以你军舰要过来转一转 跑一跑 那么等于说 中国目前 我们的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广 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是说 中东到中太平洋地区 中南太平洋地区 吸到整个印度洋这里活动 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活动的一个范围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 我们现在海军的发展的方向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是来洗澡堂子里面洗澡的 我们是要潜出的 003型航母 如果说6月5号能够下水的话 应该就是端午节下水 下水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去往那个方向去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你075 075全是往那些地方去的 全是往次道那些地方去的 它外面的涂层都是热带涂层 明白吧 所以它不部署在北部站区的 登陆舰就是往那里去 直升武装直升机过去 火力覆盖 登陆舰全部过去 美国这里跟我们玩分布式杀伤 我们也跟它玩的 这些军舰都是远洋作战的 这些不是陪日本玩的 陪日本玩的有其他的 对吧 我们再来看 这是一个给大家通报一下 中国海警编队 6月2日在调跃岛海域巡航 中国海警发布消息称 6月2日2301舰艇编队 在调跃岛临海内巡航 据统计 此次巡航为今年以来 中国海警第六次赴 钓鱼岛海域巡航 最近一次是5月14日 1972年 美国撤离琉球时 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 混合琉球交给日本 钓鱼岛争议由此而生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 钓鱼岛阶级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日方所作所为 丝毫改变不了 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中方维护钓鱼岛 领土主权的决心 坚定不已 还有一个 琉球也是咱们的 琉球是中国的一个 一个藩国 好吧 琉球是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 老美就是坏 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划给日本 那琉球跟日本用八杆子打不着 好吧 他是日本人 他就是把上面这些原住民都给他干掉 他这个文化跟日本那个文化不一样的 什么日本文化也是中国的文化 好吧 所以这个里面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他们你看就是在这弄一个岛 来什么看住你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一旦 我也希望发生中日之间的海上第二次甲午战争 我也希望 抱一件一线之筹 把它搞到全军覆没 把这些岛全部给它占了 或者说占不了的 直接拿导弹全部给它平掉 就这一块就没有这个海了 没有这些岛屿了 所以说这是要说的 还有钓鱼岛 我们就在临海内钓鱼岛巡航 你日本能怎么钉吗 你日本敢跳吗 你日本不敢跳 所以跟日本他要牛逼 他要想要事情 我们去成全他 我们随随便便都是在你附近 就是这里进出 那里进出 插路 抽插 抽插 对吧 然后海警在这里活动 给你颜色 给你出你神经 不停地像那个跳橡皮筋一样的 这样压下脚 压下来压着你这个神经 压着你难受 大家要知道 日本的战机也好 军舰也好 只要解放军有什么动向 俄罗斯有什么动向 他紧张得不得了 马上都要全部动起来了 他参谋本部 参谋长要坐正指挥的 所以我说过 你加拿大到这里来 日本 美国 没事 我们一起干 你们所有力量都加起来 我们全部给你平掉 一挑四五六 我们就跟你搞嘛 对不对 而且现在在我看来 并不是我们处于下风 而是我们占据上风 对吧 俄罗斯现在也在日本海那边搞军事演习呢 你日本 你日本又在白皮书里面说 北方四岛是俄罗斯占领的 南千岛群岛嘛 对吧 你想搞 想全面扩大 跟美国组织一起学 同时干几个对手 你牛逼 狠 日本也是同时干 朝鲜 中国 和什么 俄罗斯 而且这个韩国跟日本关系 我看也不会好 这两天 因为他们这个主导的事情 又在搞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看到韩国跟日本 因为主导的事情 独岛的事情 在这里干 他跟俄罗斯有北方领土的争端在干 那我们就赶紧跟上 钓鱼岛这里的争端 也要搞起来 跟他联动 等于说日本跟韩国 北朝鲜 俄罗斯 中国 全部处于一个领土争端 敌对状态当中去 让他更加的去孤立他 这是一个好事 你就往前去贴靠美国吧 贴靠美国 大家要知道 贴靠美国有什么下场 我跟大家来念念 日本前50大富豪 资产和其缩水三成 据共同社报道 美国杂志福布斯 亚洲版一日发布消息称 日本前50大富豪的 和其资产以美元换算 较少年减少三成 为1700亿美元 日元本质和股市下跌是主要原因 该杂志认为 乌克兰局势及新冠疫情 导致的供应链断裂 也造成了打击 大家看到没有 你日本跟着美国混 跟邻国关系搞不好 你的财富也缩水 你日本现在已经跌了这个B样了 很多人都唉声叹气的 对吧 你就跟美国去混好了 你跟美国靠得越紧 他给你带来的经济外溢 通胀外溢也是越紧的 我们来看 美国财长耶伦说什么 美国财长耶伦承认 美国通胀已经失控 他对于美国国内通胀的预期 过于乐观 耶伦去年在 特别军事行动启动 和新冠疫情变异读书出现之前 称 通胀只是小风险 他表示预计这个不会是个问题 耶伦在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 节目中称 我认为我对于通胀的发展 道路的看法是错误的 像我之前所说 没有人会预料到 会出现刺激能源和食品上涨的 重大经济冲击 以及沉重打击我国经济的供应链断链问题 以至于我当时不完全理解 但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些 今年3月 美国通胀水平达到 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8.5 4月物价上涨至 2021年8月以来首次放缓 通胀水平为8.3 那么这个月估计 还要更加高一点 可能达到9 那么他这个通胀呢 已经失控了 所以呢 我说过日本 那些前50大富豪 财富也跟着缩水 这就是你万万全来 导向美国的后果 就这个后果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 那么澳大利亚 他们不是要搞美日印澳了吗 跟我们来干吗 对不对 那我们看澳大利亚什么情况 中国据策对澳制裁 要坎培拉重调立场 澳大利亚工党新政府 上台十天至今 中澳关系似乎有逐渐解冻的趋势 中方也频频对新政府示出善意 但双方执金的主要问题 包含贸易资产和过去的外交冲突等 可能就此化解吗 澳大利亚新总理 阿尔巴尼斯的日前向中方要求 取消针对澳大利亚 超过200亿美元出口贸易资产 澳洲金融评论报 周四6月2日报道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肖谦拒绝了这项要求 并称在坎培拉和北京的政治关系改善之前 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肖谦态度强硬 同时也示出善意 他表示中国政府愿意 无条件与工党新政府对话 寻找潜在合作领域 包括气候变化和太平洋问题 他也否认中国构成安全威胁 那么中国官媒 中国日报 一日发表名为 坎培拉有机会重新调整立场的英文社论评论出 北京始终敞开与坎培拉的对话合作的大门 但阿尔巴尼斯政府应该以认真考虑在重蹈前任负责 以及充当美中调解人之间做出选择 评论试论说 前则意味着他将以整个地区为大家 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者变成竞争对手 而后者将提升澳大利亚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 将其从美国的走狗变成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 二 外长二访南太平洋与中较近 我想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澳大利亚所谓的新外长 那么到斐济要去挑拨离间 对吧 所以老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之前的分析分析的没错 澳洲 澳洲他 新上来的政府跟中国关系不会变好 除非他退出奥库斯军政对抗 不去造攻击型和潜艇 否则的话 可能这一批解放军四艘军舰开出来的 可能过两天就要闹到澳大利亚去了 可能就要闹到澳大利亚去了 要给他点颜色看了 所以说中国也有自己的矫正的路子 二八一市政府要求中国取消制裁 就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说我们这样做就是正确的 就是要制裁他 小逼嘎子 你搞清楚谁是甲方爸爸 不要搞错 小逼嘎子 给你上手的 你加拿大 加拿大你派军舰过来 他必须派军舰过来搞你 他妈的 干死你 小逼嘎子 让你飞机坠机 你试试看了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你别看他们好像天天开这个会 那个会 直接就照着他们就去了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厉害看看 不识像吃辣胡酱 感谢各位收视看 我是老编 喜欢你今天的训练 谢谢